既然澤哥在節目中看過我們《啤梨晚寶》 我相信他也有看過《啤梨晚寶》 否則他沒有理由說 我這裡不講粗口 你們講粗口就聽《玉敏柴場》和《啤梨晚寶》 即是他也知道《啤梨晚寶》的節目會講粗口 但澤哥其實我們都可以不講粗口 我們今天是講講關於 大家都很關心的課題叫做《香港警察》 其實如果你要看《啤梨晚寶》的節目 其實你可以看《啤梨晚寶》或者《黃毓民》